这个是咱们前两天洗根换头的一个煤化 很多人说用泥炭煮中不活 那现在是开花了 即使是现在开花了 肯定评论区又会有人说 开完花就得死 你知道吗 你永远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虽然说泰森很牛逼 他一拳就这种一拳打上去看起来软绵绵的 虽然说这一拳下来都把我打死 但是我死的时候嘴还是硬的 像咱们要跟大家伙 强调个什么主题呢 就是关于泥炭土的这个事 不是说我去泥炭土给我多少广告费了 你像我们家里面去养垂师茉莉 我们这整个棚里面 还是说养各种的一个绣球 你也可以去参观学习 就是一些国外的养殖基地 跟国内的一些稍大一点的养殖基地 他们都是在用泥炭土 是吧 有的话有说到这个椰康啊松针啊 咱没有说椰康松针不好 我们也用 它主要是便宜啊 很多的话有说 我都不知道这个话 从什么时候跟大家说 他就是不相信 就在整个行业里面 我就发现 尤其是咱们这个园艺行业 你这个说实话的 播放量也低 你怎么讲 他就是不听 反倒是一些个 你比方说 一些起的个名字很花雷胡哨的 你像松吐经 像爆花树 像这个爆根树 你们就去买 你知道里面是啥吗 有的话我还直播的时候 老找我老外有没有生根粉 生根粉我们也用 我们只有在千叉的时候用一些 我们日常养护 它不用生根粉 您知道吗 土这个事 不知道是给大家说过几万遍了 就这么个玩意了 有的话说 桂花不行 桂花不行 桂花刚才开花开得好好的 好几年前有人说绣球不行 现在我们大棚 我们在北方的260多亩的基地 99%呢 都在用泥炭土养多肉 养绣球 那你 那不也活好好的吗 不要再降了行吗 泥炭土 我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了 就是咱们看以前 前辈留下来那种书籍 上面说的那个腐质土 就叫泥炭 为什么叫泥炭 泥炭它进口过来 是按照 这个矿产资源进口的 按照燃料进口的 它叫泥炭而已 它就是腐质土 你进口 东北也有 它不让挖 挖了违法 你知道吗 行了 行了 行了行了 就严禁于耻了 你永远叫不醒 那个装碎的人 它装龙作哑的 你没办法 好了 关于这个梅花 还有这个 咱们这些事呢 我以后继续给大家 把这些养花的故事 继续下去 喜欢的话 点赞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来了 我以后 继续来 我觉得 我就是